未涨粉不惜换头整容 年入千万却因舍不得一张门票 而和十年好友闹掰 温精灵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成为 坐拥1300万粉丝的网红 又为什么如今口碑急转直下 接连掉粉呢 今天我们就来复盘一下 网红温精灵的走红之路 1998年出生的温精灵 不过25岁的年纪就已经拥有豪宅 每次在家中拍摄 不经意露出的角落里的奢侈品 都让一众网友感慨 她简直生来就是人间富贵花 而出生在富裕家庭的温精灵 曾在一次直播时透露 她初中时就有个梦想 那就是当网红 因为可以变成别人的头像 感觉特别棒 于是大学毕业后 温精灵就马不停蹄 加入到了自媒体行业 开始经营自己的账号 朝着网红的道路外进 但事与愿违 她并没有成为自己想象中的网红 反而因为搞笑女的标签 凭借边走边拍 吐槽父母的视频风格 而火出了圈 我们每次半夜起来上厕所 都要假查我到底装没装睡 第一种她每次给你 小咪咪的进来 把鼻子给你盖上 伸进你的枕头底下 看看你有没有玩手机 谁是觉得这有家长 这叫 穿着一件校服 头顶一张标签发贴 加上变身后独特的声音 和北方妹子的豪迈性格 温精灵开始持续涨粉 但互联网风向瞬息万变 温精灵火了一段时间后 发现自己进入了瓶颈期 不管是更换服装 还是更换视频内容 视频数据都不停下降 粉丝也是一调再调 每天睁眼就又失去了几万粉丝 在思考许久后 温精灵选择了停更 而几个月后 等她再次出现时 却带着一张与之前 截然不同的脸 但已经过气的网红 并不会在互联网炸出连衣 再加上温精灵大方承认自己整容 还详细介绍心路历程 不仅很快维持住了老粉 甚至还因为坦率直白的人设 吸引了不少兴奋 整容后的温精灵变美了 但做视频的思路 却已经没有变 从岁一开始的路边吐槽 变成了家庭剧情 设的拍摄风格 但核心思想 还是家里的二三世 有了之前的经营经验 一条属于温精灵的爆款视频系列 逐渐开始走红 这个系列 就是惹毛妈妈的一百种方式 除了从无食物表演到剧情拍摄 还加入了不少道具 随随便便一个包一件衣服 样样都是奢侈品 如此有言有趣又有钱的搞笑美女 在互联网很受欢迎 此后温精灵的事业一路开挂 不仅粉丝飞涨 自己也成功躋身 进了无忧传媒公司的套屎 拥有公司扶持的温精灵 又开了一个美妆号 从流量变现升级为代品变现 收入蹭蹭上涨 之后温精灵更是凭借一条 二百块的牛仔裤一战成名 她根据网图在网红店里下单的一条牛仔裤 但其差无比的质量和这个价格 让她十分不满 于是她直接开卖兑现 不料对方茶言茶语 一副才二百块的东西 你要什么自行车的态度 一边开直播哭唧唧 一边直言自己本来不想当网红 大家觉得有问题别买就行了 无所谓 怎么说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大家如果觉得不好就不买好了 就是我今年其实也没有 真的没有很在意这个东西 然后因为我其实是一个现实生活中 也不懂得去会说别人的人 大家如果觉得价格高的话 真的真的可以不买的 我真的不是很建议这些东西的 这种处理方式 让温精灵决定硬刚到底 双方唇枪舌战好不热闹 不少网友都觉得 温精灵为普通消费群体 大胆开卖发言帅呆了 不仅戏粉无数 她爽朗耿直的人设 也算彻底立住了脚 可这个人设 在遇到恋爱问题上时 却彻底翻了车 没有一个网红的恋爱瓜 能够惊得住戏巴 随随便便一查 主角团都是三人起步的尴尬 网红温精灵官宣了自己的新恋情 而南方是以颜值主播为标签的 北方的烈阳 虽然不明白 这样的颜值为什么能吃上饭 但不可否认 北方的烈阳确实有播忠实粉丝 加上这次恋情曝光 粉丝数很快从三百万 一路突破到了五百万 但两个人还在开着直播大秀恩爱时 有一小波知情网友坐不住了 原因是 他们很早就关注了南方 并且知道 南方有一个谈了三年之久的女友 加上和温精灵的官宣时间 这两段恋情实为无缝衔接 说不好听点 就是温精灵很可能是 插足了两人感情的小三 随后 网友晒出了自己整理的时间线 为自己的说辞 进一步增加了可信度 原来在2016年的时候 南方遇到了一个叫北北的网红 两人快速坠入爱河 一个改名叫北方的烈阳 一个改名叫南方没有情书 在前女友北北的帮助下 南方迅速被打造成为了 干净清爽的男神形象 走红网络 吸引到粉丝后 他一边在网上维持着单身人设 尽可能劝一些粉丝年性 比较高的女友粉 一边维持着和北北的地下情 主打一个 只要你们没发现 那我就是没恋爱的 虚定恶单身状态 但这段维持三年的恋爱 终究还是没能走到最后 2019年9月30日 北北公布了两人分手的消息 文案体面了 用了八个大字 一别两宽 各自欢喜 可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 网友就发现 烈阳和温精灵 已经搅合在了一起 两人明显进入了热恋期 面对网友的问询 温精灵直接回怼 暗讽对方的上一段爱情 一文不值 迅速引来网友反击 眼看自己的女友被骂 南方也紧急下场 直接就发了一条 洋洋洒洒几千字的长文 不过重点就两个 他和前女友 八月底九月初就分手了 和温精灵认识 是在分手之后 这和北北官宣分手的时间 并不吻合 显然有人说谎了 热心吃瓜的网友 当然抓住了这波机会 直接甩了几张图 例证南方口中 八月底九月初的分手时间段里 都在和前女友 北北甜蜜互动 而所谓分手后 才认识温精灵 更是无稽之谈 毕竟两人九月的时候 可没少互动 就在网友吃瓜吃的 不亦乐乎时 北北终于发声了 要求南方删除小作文 直言里面的内容 篡改了很多事实 如果不删除 那大家都会难看 面对这样近乎直白的威胁 轻轻白白的南方 立马选择了 一件删除小作文 就当自己没发过 而被卷入小三风波的 图文和视频两版声明 还运用了两种手法 一种是直接说自己被律过 暗示自己知道 被插足的滋味 不会做这种事 一种是曝光两人聊天记录 侧面坐视 南方无缝衔接的同时 挽回了自己的形象 很快 网友又顺藤摸瓜 发现南方更多的暧昧对象 这下南方被天雷锤中 成为渣男 温精灵也成功 从小三传闻中脱身而出 这场从四月闹到了 五月的闹剧终于平息 但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温精灵很快又在友情上 栽了个跟头 十年的友谊和两万的门票 你选哪个 千万粉丝的大网红温精灵 选择了后者 这个故事 作为当事人的双方 贡献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 实力演绎了语言的魅力 首先 温精灵作为发起方 率先在互联网上 分享了一个颇为委屈的故事 作为多年好友 温精灵和严九早早就约定 今年九月 要一起去看周杰伦香港演唱会 因为严九工作问题 多次协调 终于门票买了 机票买了 酒店也订了 前前后后花了三万多的温精灵 发现自己因为护照和签证的问题 去不了了 于是他向严九致歉 严九表示 那自己就和男友一起去 温精灵认为既然如此 那就把自己的那张门票 转手卖给严九男友 这样他也少花一分钱 严九也可以和男友一起约会 皆大欢喜 但转折就在于 严九的男友 拒绝了温精灵的提议 理由是自己已经看过了 没必要花那么多钱再去看一次 导致温精灵的门票砸手里 于是本着买都买了 不能浪费的精神 温精灵最终克服万难 辗转多地办理了签证 去了演唱会 结果在演唱会现场 撞到了一同参加 演唱会的严九及男友 本来只是两个普通小姐妹 因为协商问题 造成了乌龙事件 但温精灵却发布了 对应的吐槽视频 选择直接开思好姐妹 认为自己不仅被好友孤立 而且票据当时在严九手中 严九一直卡点 不愿意邮寄给他 似乎就是为了等温精灵放弃 然后和男友白嫖这张票 凭啥呀 受委屈的是我 我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我凭什么要忍呢 一时间 严九白嫖被推上热搜 可吃瓜网友的口诛笔伐 才刚刚赶到 就被严九晒出的聊天截图 给啪啪打脸了 原来花了三万多 是因为两人买了 被爆炒的黄牛票 其实酒店机票门票 都是两个人AA付款的 而此前温精灵并没有明说 误导了网友 所谓的为了严九一直协调时间 也是谎言 实则是两人各自因为各自的问题 互相协调 而这件事本身就是温精灵 一直没有处理好自己的签证 最终导致放了严九鸽子 严九晒出的聊天截图里 自己和男友也确实一直在协商 并不想去演唱会 但遇到了比较便宜的票 临时起义最终前往 温精灵事后多次发言称被孤立 但严九却称 两人当天还一起拍照 而温精灵发言吐槽的视频中 还一直暗戳出内涵 严九的男朋友 其实是个女生 公开了严九的兴趣下 我说我估计去不了了 你看谁陪你去 他说其实有朋友要陪他一起去 就是他 他没告诉我 我问了之后我才知道 最终 严九下了一个定义 称温精灵此举 不过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互联网的谈资 成为新一轮流量的垫脚石 舆论风向两极反转 温精灵被骂得百口莫辩 只能出面道歉 道歉 原本姐妹之间的一点小事 由温精灵主导 最后闹上热搜满城风雨 究竟是不是温精灵自己想要炒作 也许只有当事人知道 只能感慨 一张门票就让多年友谊作废 网红的友情属实 让人唏嘘